我那手写板坏掉了 那我直接就简短录一下 什么叫大他者 我要把这个问题 简单的讲清楚一点 大他者实际上是一个剩余性的概念 我们可以快速的理解这个概念 Big Other Big Brother 就是一个在那边 他控制着你 掌管着你 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 令人真正感到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说大他者这个东西是一个剩余 就是每个个体相互之间的互动 你可以说社会场域 社会活动 所谓的社会活动就是不同的个体 个体与之间的互动 那么这各式样的互动组成了一个整体 这个整体就是社会活动的总体 对不对 但是问题来了 就是这种社会活动的总体 他却能够反过来支配每一个个体 每一个个体会感到他自己被这个 他自己的互动行为 就相当于是你 三个小孩或者四个小孩 在一块玩互相的互动行为 就定了一套规矩 简单来说 定了一套规矩 这套规矩反过来 就变成一个老大哥 Big Other 一个我们都是比如说四五个小孩 他会组建一个什么邦 定个什么邦规对吧 然后这个邦规这个邦这个概念就变成一个Big Other 在他自己的头脑里面 反过来就会控制他们的行为 就是他自己的行为产生的一个结果 互动之间相互互动产生这个结果 反过来控制了他自己 这个圣语 他本来你按照一个道理本来就应该是社会成员之间就应该只有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存在对不对 但为什么他会变成一套符号秩序的反过来能限制每个个体让每个个体感到身不由己呢 那这个就是有符号学的机制在里面起作用了 也就是说这里面就需要有主人能指来缝合其整个符号系统出来 所以大他者的存在就是政治领域存在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表现 然后什么样的人是不理解大他者的呢 什么样的人就是精神病 就是他会把这种剩余的支配性的力量 就是他反过来会支配每个个体的行为的这种社会交往的一个产物 一个符号性的一个政治领域 他他没有办法把他看成是一个他者 没有办法把他看成一种一己性的力量 而把他当成是一种属于自己的subjectivize 把他主体化把大他者给主体化 那么这样的人在生活中我们 精神分析上会很精确的把这种人叫做psycho 叫什么我看一下 叫做psychotics 就是精神病就是精神病就是疯子 psychotics 就这种人他是会把他没有办法和大他者产生关联 他会把大他者直接主体化 变成自己内在的一种 一种一部分变成自己符号学定义的一部分 就是说每个个体在这里面就人在江湖飘升不由己 这种感觉他把他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 他把他主动认同为是我 这就是我我的秉性我的癖好 了解吗 这种人叫psychotics psychotics psychotics就是会他把 比如说那个 呃 我举个再举个例子就是 认为自己真的是国王的那种国王 就是psychotics 就是疯子 就是一个清醒的国王 他应该认识到所谓的国王 所谓的这种皇室的身份 贵族的身份 不过是一套社会秩序之下的一个偶然的一个产物 如果一个国王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他所谓的王室的身份 他的血脉血源血统 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社会活动的产物 就是一个大大者 一个社会秩序的一个产物的话 那么他是清醒的 他是一个正常的人 如果他认为他真的是国王 我靠我就真的真的 就是他会把这种大大者 社会活动 社会交往产生的一个符号性的一个产物 认同为是他自己内在的一种 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 就是他的本质 就看成是我天生就是国王 我就是国王 那么这种人就叫做疯子 就叫做psychotics 他是直接把外在的符号性秩序 认同为他的 本 他的他的自我的一部分 他的自我的一部分 这种人就是疯子 就是疯子 所以我们讲清楚这个大大者 是什么东西 大大者就是社会成员相互交往 相互影响的一个产物 这个产物反过来 就是社会活动的总体 反过来会限制每一个社会个体 他会变成一套规矩 他会变成一套意识形态 或者怎么样一套制度 他会反过来会限制每一个个体 所以我们叫他big other it's bigger than everyone 他比每个人都大 就大他者 但是他又不是每个 他不能第一人称话 也不能第二人称话 他不是每一个某一个具体的一个 一个谁谁谁 他是一个other 他是一个他者 他没有一个积极的存在的 一个一个一个化身 这电影里面有偶尔会有化身 这种就是物的凝视 一些动一个死的东西 就是他好像在那边凝视着你 比如说一个大门敞开在那边 慌慌的就盯着你看 那种感觉 就是大他者的凝视 大他者也会产生凝视 但是他是通过物来凝视你 他不是通过人来凝视你的 关于大他者 他会产生很多的精神 精神病理学上的一些 有碍于的倒错或怎么样的 那这个是 这个是要敞开来说 那我们简单就 你要把大他者理解为 不要简单理解成为符号秩序 symbolic orders 不要简单理解成为 就是一个符号系统 他更多的是一个主体 坚信的一个产物 是主体之间的互动 对反过来 就是有点像异化 反过来编制的一个网络 就束缚住每一个个体 束缚住每一个个体 那么这个就是大他者 无法把握到大他者 把这个大他者直接理解成 是自己的本质的那种人 就是psychotics 就是精神病 就是疯子 就是真的相信自己是国王的那种 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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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那种国王 就是一个疯子认为自己是国王 这个疯的不是很严重 但是一个国王真的相信他自己是国王 这个人已经疯到极点了 就是他没有办法把握到大他者的存在 没有办法把握到他所 生存的这个符号秩序的存在 他所处的这个主体间关系网络 赋予的他偶然的非常偶然的巧合的让他成为国王 疯子 或者说一个丑女幻想自己是美女 这其实不是很病的很厉害 一个美女真的认为他自己是美女 他没有感受到他的美 他的审美要素 这些东西是一个主体间的一个爱遇系统的一个网络所赋予的 他恰好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点位上 他才是美女 他恰好符合当前的审美观 审美潮流 当前的利比多经济学的这么一个原理 他才是美女 这样的真的认为自己是美女的一个美女 他就是个psychotics 所以在这个时代 这个审美 异化的时代 就是你只要长得帅长漂亮的人 或多或少都可以有这种psychotics 这种感觉 就是一种直接的把自己认同为是这种东西 subjectivize subjectivize the symbolic order subjectivize the big other 这种人就是psychotics 好吧 那我们差不多讲清楚了